今天的健康时间 我们要来聊到的是 最近天气还是蛮热 虽然已经慢慢入秋了 但是天气很热 当然在户外久了就容易流汗 那么在流汗的当下呢 有些我们身体的关节处 常常会觉得因为流汗的关系 所以痒痒的 尤其如果这个关节处 是在比较私密的部位 像是胯下 这个有时候就会让人 觉得有一点尴尬 不过医生也有特别提醒 像是这种私密处 胯下处 要清洗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留意 我们在今天也教大家 有一些撇步 第一个就是清洁产品 一定要多加的选择 因为不要选还有强烈香料 或是化学成分的肥皂跟清洁剂 因为我们也知道跨下这里 通常皮肤是比较敏感的 可能会有点刺激 建议还是要选择比较温和 还有专门为私密部位设计的肥皂 而另外清洗的频率 其实也是有一些要特别留意 因为像是跨下这个地方 其实它非常容易流汗 所以至少每天一定要洗一次 而且如果你有运动的话 一定要马上的清洗 去除汗水还有细菌 尤其医生也有提醒 性行为之后也要赶快清洗 防止细菌感染 而至于清洁的方式呢 有些人可能觉得流汗 可能要大力的搓洗 不过这也不对 其实尽量要使用温水 不能用过热也不能用过冷 这样很可能会刺激跟伤害我们的皮肤 也要避免过度的摩擦跟擦洗 最好是你洗完之后用柔软的毛巾 轻轻的试干 这样子温柔的对待它 当然我们的皮肤就比较不容易伤害 另外最后呢还是要保持皮肤的干燥 我们刚刚有讲到跨下非常容易流汗嘛 如果洗完澡之后一定要保持它 非常的通风非常的干燥 尤其穿衣服呢也要留意 可以穿这个透气的棉质内衣 还要定期修剪我们私密处的毛发 这样才可以保持清洁跟通风 同时也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穿过紧的衣服裤子 或者是潮湿的衣物 这个要特别提醒女性的观众朋友 因为有些女生可能会穿一些比较紧的裤子 相对来说呢 这个就比较容易有感染的风险 尤其是在夏天流汗的时候 好这些夏天的这个冷知识提供给大家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秋节快要到了 陆陆续续可能大家都已经开始吃柚子了 事实上这个柚子其实是非常有营养的水果 但是有些柚子的品种热量还是特别高 我们来看到一般来说柚子 其实它含有丰富的维他命C 还有丰富的钾 那它的热量呢 如果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文旦 比较小颗的 大约有240到360克的果肉 之果肉不含果皮 那热量大约是115到170大卡 相对来说算是比较低 如果是白柚比较大颗的 当然相对也比较重 那如果把皮去掉 它的果肉大约有700到800公克 所以如果这一整颗白柚你都吃下去 热量换算下来大约就是一碗饭的热量 那这样的热量这么多 吃一颗柚子要花多久的时间才可以消耗完呢 我们如果以60公斤的成人来算 他可能要打桌球打将近40分钟 他才可以把他刚刚吃的一颗白柚的热量给消耗完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如果你今天吃的是白柚的话 当然就是要注意摄取量 如果一般健康的成人 一般国健署的建议大概每天要吃两份的水果 那这两份呢大约就是240公克的果肉 如果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中型蚊蛋 也就是一颗的量 那如果是白柚这个比较大颗 热量比较高大概就是四遍 那四半 那营养师也有讲 如果你不想要去一半一半的算的话呢 平均大概八分满 一碗就是大概一份1.5份左右 所以你就大概吃个一碗多一点点 这样其实就已经差不多 达到你今日水果的热量的摄取量 不过也有特别提醒 如果家里有糖尿病患者的话呢 一天不要吃超过两份水果 尤其最重要的是 就算你吃两份水果 其实他不能一次吃完 要分时段 可能早上吃一点 中午吃一点 晚上吃一点 这样子你的糖分 才不会一次摄取过多血糖突然的飙升太高 所以这个中秋节 大家如果都要吃柚子 因为柚子糖分还蛮高的 所以提醒大家要多留意了 好下周就是中秋节了 那么我们知道南韩这里呢 他们也是有过中秋节的 南韩民众今年中秋节 廉价一共有五天 所以很多人其实会返商祭祖 那么在南韩呢 蔬菜水果的价格就非常明显 已经开始升高了 所以呢南韩民众 今年要过中秋节 就得要多掏一点钱出来 不过他们的政府呢 现在也出手来控制物价 同时也加大折扣 就是想要替民众审核包 中秋节是韩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但今年中秋季组 可能要比去年多花一些钱了 根据南韩物价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 私人家庭今年的祭祀费用 在传统市场最少要花超过28万韩元 约6700元台币 大型超市需要40万韩元以上 约9600台币 这是因为水果和蔬菜类价格 比去年中秋节上涨了近9.1% 韩国农水餐品 中秋節的水果 中秋节的水果 中国農村 工人一年前 一年 大型 南韩政府为了减去民众负担 计划将 货席物品供应 增加到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 再加大折扣支援 中秋节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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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只是水果蔬菜涨价 南韩食品大厂包括布导翁和CJD制堂 也宣布在中秋节前上调产品价格 其他像是肯德基等素食业 和辛巴克部分饮料价格也上涨了 就在一片掌声之中 却有饼干零食业者逆势推出打折促销活动 其中部分厂商 去年就曾经跟随政府呼吁降价 下调产品价格 饼干业者表示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 共同参与稳定物价 渴望带动其他食品业者响应 来到首尔这一间大型超市熟食区 预先做好了炸机吸引许多消费者 这一盒炸机卖6480韩元 折合约155台币 比连锁炸机品牌 一份动辄超过2万韩元的炸机 便宜太多了 超市炸机上市以来 销售额和去年同比增加了约70% 另一家超市也正推出 百元排币左右的熟食产品 寿司 意大利面等料理均一价 减少容量 降低价格 让外食足轻松购入 高物价让民众减少外出用餐 连锁超市用低价熟食策略 抓住消费者的心 T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刚刚聊到中秋节 我们也知道中秋节 其实是吃大闸蟹的好时机 但是在今年呢 因为温度比较高 相对来说比较热 所以大陆的饕客 他们今年就还等不到 阳城湖的大闸蟹 所以江苏的泰州 也看准了这一波空窗期 抢先在中秋之前 上市第一批的大闸蟹 结果立刻就被抢购一口 中秋节前后是螃蟹旺季 但连续高温席卷大陆多地 老套敲完等待的阳城湖大闸蟹 与中秋节失之交臂 这也给皮薄肉甜的小螃蟹 武汉六月黄 抢占市场的黄金时间 可以一个变化 因为最近要过节了 主打高CP值的六月黄螃蟹 价格逐年下降 今年每只不到10元人民币 且个头变得更小 每只约1.3至1.6两 天气热的话 螃蟹就不肯长根了 是不是啊 就跟人一样嘛 你天气热了你饭都吃不下 抢在中秋前上市的 还有江苏泰州大闸蟹 但市场供应量不大 长鲜价也跟着上涨 比2023年的美金 约70元人民币高出不少 许多掏客出手 抢买第一批大闸蟹 端上中秋节餐桌 江苏泰州养殖户表示 预计11假期 大闸蟹会迎来上市高峰 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TVBS新闻 小明镇蔡一剑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